北市科的案子,我相信是被抹黑,你認為這樣是被抹黑嗎? 北市科的案子,這個我們非常清楚,沒有問題 如果要罵人家先講說你覺得哪個地方有問題 因為我們會議紀錄什麼都有 蔣市府認為黃靖穎認為三大案要查,黃靖穎發現好像不查台智光 會認為好像是有不同標準? 要查的是台智光,至少他人都已經被檢察官搜壓了,所以不要轉移焦點 蔣市長,台智光按明天這個期限,為什麼台智光會太有接受? 上週五、四月十九號,台智光已經回文表示不服 所以接下來我們就會啟動爭議調處的機制 我們其實很早就成立了跨局處的爭議調解小組 所以我們就會請台智光來開會協調 那同時我們已經和台灣主要的電信業者洽談費源系統 那未來我們就是希望能夠回到公版,母約的公版費率 所以母約就是公版費率1761,所以我們當然會還是要台智光來開會協調 那我們希望達成共識,但如果沒有在達成共識之前,我們就已經跟主要電信業者洽談費源系統 市長,想問一下藍綠組成這個聯合調查小組,那是華城對柯幸福的兩大爭議案去調查 這兩個案子大家關心,不管是金華城或是北施科技1185 其實陣風都已經啟動調查了一清事實 所以只要發現有任何的疑慮,當然該怎麼辦就一定怎麼辦 那當然如果沒有問題,如果調查出來是如此,那也應該還當是很清白 也就是絕對不冤枉也絕不中放 台智光啊,因為簡書培之前秀出這個四年前內簽的公文說就是主席核定的 另外王世堅也說現在主席講再多都是推卸責任 如果八年前覺得台智光怪怪的,那幹嘛要簽合約?主席怎麼回應? 這個我覺得很奇怪就是說為什麼我要每天回應相同的題目連續一個禮拜 我跟你講今天台北市政府,在我當市長的時候 我們那個關於要如何處理台智光的合約,我們開了多少會議? 所以一樣,不要說當時,在現在都已經有弊案出現的狀態下 請蔣市府去把那個合約解除掉,你做一遍給我看看 看你在過程當中面對多少問題 所以常常是這樣,我是覺得很奇怪,為什麼明明是做錯了一邊 搞到最後變成在檢討,我跟你講當年還是我 如果不是我那麼...這件事情在我內心裡面最大的衝擊什麼? 我當時那麼大動作的做法 你們怎麼都不怕?實在奇怪 怎麼會有這種...這個叫什麼? 叫做...已經到了... 這個完全不怕 人家說做壞事以後,明南話說,你頭這裡也稍微刺水 已經到了肆無忌憚的程度 人家說我們這麼清楚,你們還是照幹 這實在是...這才是國家的問題 我跟你講,每個社會都有黑暗面,這我知道 有小偷來有什麼的 今天要當小偷的還大搖大白在馬路上 也不怕人家講,這實在是國家的悲哀 民進黨議員簡淑佩昨天在節目上說 民眾黨的北市議員、四位議員 曾經跟台聚光的相關人員吃過飯 至於會不會是過從聖密 這部分你有想過到? 大家要不要炸炸看,民進黨跟台聚光吃飯了有多少? 上次記者問我這個問題 我說我最近才跟蔡英文吃過飯 所以咧? 我最討厭這一種,穿著護費 含沙攝影,含雪噴仁 哇,這種手法實在是... 好啦,不要再講人家壞話 有提議說,您有說過你忍賣的八年,為什麼當時沒有立案調查 這個是這樣啦 其實我跟你講 我覺得這個時候民進黨不要再多講話 查出來你們的人也會比較少 所以我就覺得很奇怪 提出彈書的是國民黨加民進黨,民進黨不是無辜的 哇,怎麼現在變成正義實責,怎麼一回事啊 國民黨的議員尤淑惠也說,如果您認為母約有問題的話 為什麼簽這麼多子約 他說是您把這個臺志光養成金積母的... 第一點喔,關於臺志光這件事情 其實就是這樣 一開始那個約就很怪 因為他是流標六次到第七次才簽 所以那個是簽得很勉強 那我們在內部做了非常多的檢討 從技術層面 一直到法律層面做很多檢討 但是這樣啦,所以最後我才在我們會議裡面講說 這到底是笨還是壞 笨的話就是說 他們怎麼不知道說整個網路這個產業 發展的未來趨勢 老實講,這種3C產品變化速度這麼快 一次要簽25年 這是不太符合我們在 食物上面的想像,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那個約簽成這個樣子 我還是那句話啦 中華民國還是一個法制的國家 也不能說他簽了 郝龍斌簽了奧義上來看 我說這怪怪的 然後就全部不認賬把它推翻 因為這樣他去法院告我還是輸啊 因為這個都有法律 而且你不能說如果對方還沒有 你不能說我懷疑你會做壞事 問題是這個還是個無罪推定的國家 你要真的做壞事被抓到 所以我當時怎麼辦 就把他盯著看 那些議員來自的壓力 我親自替那些局長扛 然後我說市長自己開專案會議 會議幾乎還自己寫一寫 再自己蓋帳 因為我們就盡我們的力量去保護那些 局處不要受到太大的壓力 我能夠做只能做到這樣 而且那個公文都寫這麼清楚 今天我跟你講今天如果在的話 不會發生這種事情 你怎麼會同樣的匯率 我4.6億變5.5億 怎麼會發 這都很奇怪 這才是重點嘛 所以後來我就覺得 蔣市府那個講一大堆 我覺得沒有必要 那個錯就錯了 看怎麼收拾 沒有說 我態度這樣 抱怨沒有用 把問題解決 今天 今天講四五四在解決問題 每天製造更多的問題 每天一直講一直講 重點就一句話 匯率是柯文哲定的 那為什麼柯文哲的預算是4.6億 你講萬案變成5.5億 多了9千萬 就是因為多了9千萬才有今天這個貪污案 因為這多出來的錢幹什麼 就是回扣 回扣就是有人拿著再拿去分給大家 我現在是不曉得到底分了多少人 我也不曉得檢察官最要怎麼查 這要查下去有11個票 11個票 之後 等你去找賣 報告 這邊